欢迎进入本期的足球之夜 又到了礼拜四的晚上 这个星期 所有人的焦点都在市区杯的赛事 在市区杯的半决赛里头 说到这场比赛难免会有点激动 对阵拜日慕尼黑 广州恒大经过这场万众瞩目的赛事之后 他们最终是0比3告负 这场比赛的赛前 赛中 赛后 包括打完之后各方的观点不一 广州恒大队的主帅李皮表示 实力有差距 但是运气不是特别好 对恩泽表示他们踢出了自己非常好的水平 但是差距明显 德国媒体分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恒大在比赛里面缺了一点运气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恒大在比赛里面毁灭了足球 其实回过头来看 市区杯是广州恒大作为职业俱乐部 他们一个赛季经营下来的一个收获的丰硕的果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虽然代表中国足球 但是首先他代表广州恒大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职业俱乐部从隔岸关火到前往现场 从以为过去的很多事情会怎么样 到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他实际是怎么样 这个过程的收获其实难以估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广州恒大作为一家职业俱乐部 在胜负之间找准自己的定位 其实是市区杯当中他们最大的收获 今天一开场 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 这场零比三的前前后后 阿加迪尔当地时间下午五点 我身后的这一场沐浴在西洋当中 现场显得非常的安静 祥和 丝毫看不出大赛将至的迹象 此刻的广州恒大队还在酒店当中没有出发 但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 因为我们想记录下此时此刻 中国足球的心情 因为广州恒大队进入到了十几杯的半决赛 中国足球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但我们不希望的是 这是中国足球一个光辉的景点 而是应该努力的让它成为今后我们能够经常达到的一种高度 其实关于这场比赛 大家并没有对结果更多的奢望 就像广州恒大队的主角联理所说的那样 打一百场比赛可能广州恒大队能赢一场 也就像很多的广州恒大队的队员所说的那样 对手的身价可能是我们的十倍百倍 我们在比赛当中只要正常发挥就可以 但是此时此刻我知道仍然有很多的中国球迷 在凌晨时分爬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因为我们想看到的就是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有中国足球队的身影 众所周知明天 我们将会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第五次一 在明日比赛中 球队需要团结一致全力以赴 在上一场比赛中球队犯下一些失误 如果在明天比赛中球队失误仍然如此之多 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可以说明天的比赛中对于我们来说需要一点运气 更准确来说需要相当大程度上的运气 听起来一向无所畏惧的李提 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表态有些服软 的确 恒大面对的是球员总身价达到自己20倍的世界顶级豪门 拜仁慕尼黑 对于广州恒大的球员或者是中国的球迷 这都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比赛从一开场 拜仁就牢牢控制住了节奏 全场比赛他们的控球率达到了75% 在弯强抵抗了40分钟之后上半场的尾声 拜仁慕尼黑连进两球 而上半场格策的进球则将比分最终锁定在了3比0 还可以吧 我觉得 比分也可以接受吧 跟这种世界强队 我觉得我们今天发挥还算不错 但是还是试球吧 还是我们自己有两个失误吧 更多的是积极的作用吧 因为可能从最初的不适应 然后到慢慢的在这种比想下能够做一些技术动作 可能就是一种进步 我觉得当然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的话 对我们是非常好的锻炼 一开始上半场我们就是灌输主要练这个意图吧 但是很遗憾后来丢了一个球 而且很正常嘛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我们踢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能跟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抗 其实拜仁方面 范比腾和博阿腾的双高中位组合 让恒大看到了用速度撕破对手防线的可能 李皮显然在这一点上做足了文章 恒大多次尝试直塞后背的身后 利用茉莉奇和艾尔克森的速度 给拜仁的后防线制造了一些麻烦 遗憾的是 在拜仁经验丰富的防守下 全场广州恒大只获得了两次射门机会 纵观整场比赛 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差距 在亚洲赛场上 一直靠进攻优势压制对手的恒大 在本场比赛 得拜仁的进攻压制的喘不过气 如果不是门助衡量的帮助 最终的比分可能会更高 其实不管最终的比分是多少 能和拜仁这样的球队比赛 对于恒大的队员来说 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还是能明显感觉到的差距 确实非常大 然后可能欧洲球队这种 在高节奏的这种 对抗下面的快速处理球 确实是非常好 而且可能这方面是我们所欠缺 第一是展现 这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 第二也是一个学习 包括寻找差距这么一个机会 对我们来说很宝贵 跟这种高水平的球队比赛 对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提高 中场休息的时候 李皮就做出了阵容的调整 用荣耗换向了红薄纹 由三后腰变回恒大熟悉的4231 可以看出李皮很想取得一个进球 而拜人方面 托尼克罗斯 李贝里和曼珠基奇的下场 说明刮吊拉早已胜圈在握 随着裁判的哨声 吹响比赛结束 李皮在赛前发布会上所盼望的 恒大索要的相当大的运气 并没有出现 赛后取得胜利的拜人 在队长拉姆的带领下 来到球迷看台 向从德国赶来的支持他们的球迷 表达了谢意 而巴西老乡埃尔克森 丹特 拉斐尼亚 还有巴西的女婿孔卡 这几个人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 和老乡交流完的孔卡 穆里奇也表达了自己 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 大家都很努力 大家都很拼命 大家都很奋斗 但是我们面前的队伍 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队伍 很遗憾 没有办法 最后我们知道了 除了亚洲之外 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们在亚洲可能是最强的一个球队 但是出来亚洲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东西 要走的路 不论你对最终0比3这个结果是满意 还是不满意 不论你是否观看了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 但这场90分钟和白日木尼黑 在世纪杯上的交锋 确实是中国足球 又一个非常特殊的90分钟 也为中国足球的未来 留下了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孔卡说 希望这是他在广州恒大队 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 而无论是木理企业还是高林 还是冯潇婷 赵旭日都跟我说 这样的交手呢 其实是有助于广州恒大队 认清自己的实力 同时呢 能够不断提升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对中国足球来说 最重要的是 我们来了 我们希望的是 今后我们能够经常来 当然要做到经常来 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切实的 去提升我们的足球水平 只有一个恒大显然不够 我们刚才看完这个片子以后 其实可以想想 广州恒大今年的口号是 广州未赢购 但是打了十句杯以后 也许他们应该想一想 在接下来的口号当中 可以变成我要去现场 这应该是接下来 中超球的一起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么近期呢 由于在整个大的环境当中 俱乐部的这种 更换主帅阶段的这种联系过程当中 消息的不透明 导致了很多传闻 李皮当然和恒大 还有一年的合约 关于李皮入主国家队的 这个传闻虽然没有停止 但是这个传闻 现在看来似乎成型的 可能不太大 而另一方面呢 在山东鲁能方面 带领米内罗竞技 参加试剧杯的库卡 据说接下来将会接替 安蒂奇成为新赛季 鲁能的导航领航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安蒂奇到底会不会 被库卡替代 也要等到新赛季的中超开始 我们才能看到答案 不过说回来 北京国安近期 斯坦诺的消息有点多 在9月份 北京国安队 已经和斯坦诺完成了续约 但是据说后来 北京国安队又单方面 解除了斯坦诺的教练职务 而近期我们采访了 教练和俱乐部双方 我们看到这个背板上 双方现在给出 接下来的这个安排 其实都是非常模糊的说法 斯坦诺对于接下来 到底是留在国安俱乐部 还是另有打算 还是说真的接手中国国家队 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节目开始前 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斯坦诺 他也给我们发来了短信 屏幕下方打出了 斯坦诺之前发的短信的内容 斯坦诺在短信当中回复说 关于换帅仪式 我现在不能做任何表态 我希望能够先和俱乐部 方面进行沟通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现在的处境 确实现在这个格局 稍微有点复杂 斯坦诺在国家队主帅 候选人之一的传闻当中 同时他和俱乐部的关系 还没有完全理顺 这三者关系必须要理清楚 既有助于斯坦诺 那么接下来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 也有助于俱乐部 接下来的规划 更有助于中国国家队选率 接下来的顺利进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足球之夜 我们稍后继续 其实说实话 我们身边的普通老百姓 对于足球的真实接触 机会还是相当有限 最近老男孩 也就是曾经的前国脚 他们现在退下了活跃的绿营场 但是他们走进了老区 他们到了老区 有一个深刻的感受 你快乐 所以我快乐 11月的中旬 当西安球迷 每天都在感受着 国足带来的足球热情时 距离西安80公里外的 同川市赵金北梁小学的孩子们 也有了一次 和足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赵金革命老区 曾是习仲勋同志战斗过的地方 而北梁小学 也是习仲勋夫人齐心女士 捐赠重建的 这座小学身处大山之中 只有三个年纪 孩子们要走不少山路 才能坐上校车 由金智阳带领的 以高峰等退役球员组成的 北京老男孩足球队 来到这里 向孩子们捐赠足球物资 以及和孩子们一起互动 北梁小学和外界的接触很少 老师和孩子们 对于足球的认识就更少了 这一次老国脚们的到来 或许会让很多孩子 认识了足球 喜欢上足球 好 开始 就好了 大家捐捐球 好 器材这一块 有各位老师 这样一次爱情活动 捐赠的话 器材这些不成问题了 现在就是场地 再加上 圈子狮子这一块 这一块也只有我一个体育老师 我也非常喜欢足球 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会尽力把我所学的东西都教给孩子 然后在电视和电脑 我自己再慢慢学 毕竟的来讲 在三冲的这个设施 还是落后之后的 需要我们全社会各个方面来关注 特别像我们今天 我们老南韩俱乐部 还有我们巴西俱乐部 这么多的国桥 桥园 以我们那种关注 关社会的一种爱心 参与到这个系列来 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通过我们这些活动 其实目的是想把这种 身影宣传出去 让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孩子 去完了北梁小学 老男孩足球队一行 又来到了同川市宜中 传递足球激情 他们希望能够开启 孩子们的足球梦想 在宜中有一个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他们的教练是傅莉莉老师 他曾经是老陕西女足队员 退役后一直在基层 从事足球普及工作 在一中校领导和老师们的 大力支持下 朝阳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应运而生 但傅老师最遗憾的 是孩子们和外界的接触 我们同川市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活动 对孩子们确实是启发非常大 再一个对我们同川整个的这个足球氛围 也是一个一个好的一个一个开端 老男孩对在同川老区的最后一项活动 是和当地的球队进行友谊赛 两队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 这些业余球员很热爱足球 但让人觉得唏嘘的是 十多年前就是这些人在代表同川去到处打比赛 现在依然是他们在代表 没有人踢球是残酷的现实 你看看几十个孩子为一个足球在抢 在踢 我觉得这就是兴趣 兴趣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来到这 把足球带到这个校园 带到这么好的孩子们中间 我想他们有好的体魄 有健康的心理 有优异的成绩 有一个快乐生活的态度 我觉得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梦 时间就在他们身上 我爱足球 中国足球加油 心中加油 有时候想想这样的事情做起来似乎也不难 只要一个足球就能给这么多孩子带来快乐 但是这样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做 给大家再看另一幅题图 这张图里面的这个小朋友 不知道有多少球迷能够认出来 其实这个小朋友是朴志兴 而在他旁边的是车贩根 1989年车贩根从德国回到韩国之后 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开办了一家足球学校 再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车贩根足球奖学金 而朴志兴就是当年的得奖者 现在朴志兴成名之后 他也回韩国开办了足球学校 本期的足球道路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其实就是家长和清训 车贩根作为父亲 他很明白足球对于孩子培养过程当中 整个的这种价值观塑造的作用 现在每年他都会回深圳 去教那里的孩子踢球 他说将来如果自己教不动了 换他的儿子车肚子 再来继续 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看车贩根 和他的水源蓝翼足球计划 用28座冠军奖杯 水源三星来E俱乐部 奠定了自己在韩国的豪门地位 上一集 我们带您了解了俱乐部的发展历史 以及现状 而这一集 我们试图看守韩国青少年足球的脉络 以及韩国人对于足球的态度 一 二 三 一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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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韩国的首尔 在寸土寸金的汉江畔 这里坐落的是车饭跟足球学校 七岁的朴威廉 这个混血儿小朋友今天获得离间新球衣 与此同时可以成为了车饭跟足球学校的正式球员 不过相比之下 他的弟弟运气并不好 由于报额的名额已满 朴威廉的弟弟还要耐心等待 下次报名的机会 其实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这儿 就是为了让孩子有这样的摔摔打打的机会 车饭跟足球学校实际上更像是足球兴趣班 孩子在课余的时间来到这里接受足球训练 家长可以坐在场地边 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球场里尽情的玩耍 一名小球员因为摔倒忍不住哭了 这样的情况在这里很常见 教练招呼小球员的队友们上来安慰他 然后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整个过程 小球员的家长一直没有上线材 因为小球员保持对足球的热情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大约只有十分钟是有球训练 苦练基本功的景象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但是孩子们能学到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礼 学校里的这篇海报的内容是车饭跟足球学校喜欢做的事 它包括四点 第一是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子女免费 第二是接送天远地区幼儿园的儿童训练 第三是对孤儿院的儿童免费 第四点是脱北者以及多文化家庭 也就是通过国际婚姻组织的家庭 这样的子女免费 现在车饭跟足球学校大约有九百名学员 其中一半都是免费生 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校区是用来给免费生训练的 整个学校更像是一家慈善机构 包括这块汉江边上的场地 也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慈善活动用地 在学校中的学校中的学校中的教育 我就是在学校中的教育中的人 国际看大学校到学校都在学校上 在学校中的学校中有未来的最大学校 这检看大学校中的学校 还是有未来的学校 像中有未来的教育中学校 所以他们去学校从学校中的学校 在学校中的学校就是教育中学校中学校的学校 所以我们在一起 做得更多 为什么想要办这样一家族族学校呢 这还要问问学校的主人 车帆根 车帆根是韩国足坛的流洋先驱 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时间里 车帆根先后效率于德国的法兰克胡队和乐沃库森队 出场307次打进98个进球 令人惊讶的是这98个进球全部来自于运动站 因此车饭根也有了炸弹车的美好 炸弹车是当时整个亚洲的头号球星 现在车饭根的新家坐落于首尔的富人区 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的豪宅 仅仅在修建时清理建筑垃圾的费用就高达300万人民币 这座豪宅也是车饭根成功职业生涯的写照 沙特里带立于1960万人的国大rij 你找到独自来 стать者的沙特席 到独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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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的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与此同时,车范根还设立了足球奖决金,用以表彰优秀的少年球员,包括朴志欣在内的许多成名球员都曾经获得过这个奖项。 当然,除了校长之外,车范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家长。 这段家庭录像是车范根在德国的时候拍摄的,记录了当时一家人的生活细节。 在画面当中,和车范根一起踢球的这个孩子就是家中的老二,车动力。 他也是姐弟三人当中唯一一个走上职业足球道路的。 车范根陪着儿子踢球,一踢就是二十年。 画面中,车市父子训练的地方就是车范根足球学校。 踢上职业足球,进入国家队,车范根和夫人一直陪在儿子的身边。 足球成为了联系一家人的等待。 在水源,还有另外一家走球学校。 在训练之后,让孩子们围拢一起喊加油,同样是从礼仪开始学习。 这里是调志兴足球学校。 准备打工班。 马逊大学,马逊大学,马逊大学,马逊大学。 KAM选大学,马逊大学,马逊大学。 这些学校的学校就是怎样, 肚子对拳下宣誌。 老师,马逊大学,马逊大学å。 乱业兼联统、森級学校的学校的学校。 负责打理这所学校的是朴志兴的父亲朴成忠 在朴志兴组绣学校里 朴成忠还建立了一所朴志兴私人博物馆 几乎关于朴志兴的一切都在这里能够看到 无论是朴志兴各个阶段的球衣 还是和对手交换的球衣 还有球迷的来信 礼物 甚至是英超冠军奖杯的仿制品都一迎俱全 不难看出作为一名父亲朴成忠的用心良苦 成功率有很好,技巧获出了的专家 成员是一个人不是经营业 这样的基属群都是我们经常的这种程度 打开的事都会很助手 这些学习费用的费用 所谓实际发生的费用 折合人民币算下来大约是每个月400块钱 朴志兴足球学校每周两年 算下来每次训练费用不过50块 50块钱享受的是怎样的训练条件呢 所有的训练器材都是朴志兴亲自挑选 然后从英国带回来的 而学校甚至设置了两块室内球场 来保障孩子们在雨雪天气里 仍然能够正常的训练 在学校17名教练当中 唯一一名女性 前韩国国小赵延恒 我训练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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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在表志兴足球场上 在足球学校里赵延恒这样有着职业球员背景的教练是少数 朴志兴担心职业球员出身的教练反而会阻碍孩子们的想象力 从而限制了孩子的天赋 事实上所有的训练大纲都是朴志兴编写之后从欧洲传播来的 比如像这样在足球训练里加入摔跤的内容 当然有些家长期望足球不仅仅能给孩子带来娱乐 也能成为孩子未来的职业 比如这位正在用手机全程收落孩子训练内容的母亲 如果能看起来就像个 criminal的打招 战斜里长 就像个人传播剧场上这样的打招 战斜片 但我又不是想要做到甚麼事, 但我一直在散發不成功, 我真的不想要看了我, 我會不會保留很多事情 又是記憶的事情 我一直在選手盤, 我會把自己的故事都分享出去, 所以我會把自己的故事都分享 我會保留更多的事情 想要踢职业足球 还是要先进入职业球队的 星训体系里 这个周末 水源三星蓝翼的 12岁以下踢队 要进行一场正式比赛 许东汉的父亲 便是水源三星蓝翼队的 主教练 前韩国国脚 徐正元 当年徐正元曾经是 水源三星蓝翼的队长 他所穿的14号球衣 也成为了水源三星蓝翼 象征着核心的号码 在梯队里 徐东汉身穿的正是父亲的 14号球衣 现在 年轻的徐东汉 希望自己和小伙伴们 能够重振水源当年的雄风 有什么 我的夢是在世界上的世界上 我會成為世界代表 我會成為海外進出的 我的名字是 我叫做的 我去學校的學校 我學校是 我學校的13歲 我身為的位置 我身為的位置 我喜歡的選手 是從生育 我是corov全球部,副主持人中,地球部,副主持人中。 你好,我是西兰。 我的名字是8的。 我在大学中,中文下来。 我是屁股然后上 whether我成统比一位。 小伙伴们一个个都志向远大 而这场比赛 学员三星来一野早早的大比分领先 只不过徐东汉在下半场 早早的就被换下场 想要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生存下来 徐东汉还要好好的努力 比赛当中有人来访 她是水源三星蓝衣俱乐部的球探金大仪 39岁的金大仪是韩国的前国脚 曾经在水源三星蓝衣效力长达7年 2005年31岁的金大仪 还曾经拿到过K联赛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 在退役之后 金大仪决定成为一名球探 虽然工作的级别不高 但是金大仪希望培养自己的人脉 同时锻炼自己判断球员潜能的能力 跑为以后自己的教练生涯 打个好基础 为了球探的生活 金大仪卖掉了自己的豪车 买了这部旅行车 目的就是为了带很多的东西方便自己到各处跑观察球员 由于现在K联赛现新的情况很严重 很多的年轻球员都到临近的国外去找活路 虽然这些球员在五年之内 只能通过严苛的选修制度进入韩国的职业体系 但是金大仪还是开着车 经常到日本去考察这些年轻的球员 当然金大仪现在更重要的任务是提俱乐部的高中和小学两支球队挑选球员 她的工作就是说服孩子的家长们 让他们把孩子送到水源三星蓝役来 为此金大仪要跑遍韩国全国的各种青少年比赛 选定的孩子她通常要看三到四场比赛 现在五年级的孩子其中十四人都是她亲手挑选的 一种提供的孩子 球探是韩国俱乐部的标准配置 大多选用退役的职业球员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球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清训的培养 在看不见的地方 争夺优秀球员和球员家长的战役正在打响 我叫韩超今年17岁 在韩国嘉宪大学读研究生 今年8月刚刚毕业 可能一年之前 然后是我坐错车了 然后坐到这个地方 然后看见就是有人踢球 然后每天然后就跟着过来 慢慢地跟这些大叔们都熟了 就是晚辈 比如那些长辈 像我们年轻人 比如像我们父亲那边年龄的 就叫声啊 大叔啊 早上好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比赛结束了以后 互相握个手啊 谁带着谁来了 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就是感觉非常好 就是感觉非常好 但是现在我一直都熟了 我一直都熟了 所以我一直都熟了 所以我一直都熟了 2시간 정도R형 R형5글자를2개하고 머랫주머니2글자를2개 가지고 근력운동을 좀 하고 옵니다 좀 보여드릴까요? 조금 나옵니다 건강한 국가를 건설하는 것은 국가의 굉장히 중요한 일인데 사람들을 그렇게 건강하게 만드는 것 예를 들어서 정신적으로 사람이 건강하지 않으면 병들면 국가도 마찬가지고 어느 순간 또 그게 굉장히 큰 사회적인 문제가 될 수 있는 그러니까 정신적으로나 육체적으로나 심리적으로 이렇게 건강하지 않은 그 사회 구조는 어느 순간 뭔가 그게 굉장한 사회 문제보다 이렇게 번질 수 있는데 그래서 유럽에서는 축구나 스포츠를 자꾸 권장하잖아요 건강한 사람들 그런 사회를 만들기 위해서 바로 이 축구가 그런 역할을 한다고 생각하고 이 주위에 대해서는 이런 상황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이게 많은 상황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오늘의 주위에 대해서는 金大仪开李家中华餐厅 补贴他从球员到球探收入的落差 他相信现在的努力 会让他在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朴生中并没有考虑开分校的问题 他担心那样会影响朴志兴足球学校的 教学水准 而他们的未来其实就是韩国足球的未来 不知道这段探路您看得过不过瘾 我是看得非常过瘾 实际上看完这个探路之后 听到刚才三位大叔说中了足球的毒 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这种持续的幸福感 我们非常希望在身边我们也更多的中足球的毒 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中了足球的毒 而且有一天您可以带着您的孩子 每天可以对他说来跟爸爸踢球去 我想这样的幸福可能比一座奖杯来得更持久 来得更稳定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因为足球变得更快乐 变得更加平静和美好 这一期的节目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接下来恒大还有一场比赛要踢 他们的对手是米内罗竞技 我们还会为大家送上直播 同时在下一周的足球之夜当中 会为大家带来探访系列 将回到国内 我们去看一看山东鲁能如何培养他们的足球学校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足球之夜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瞳孔里的虔诚 挥洒自由只一个转身 不经意就点燃我的灵魂 世界在我脚下飞奔 纵情呐喊热血的青春 柜青春 颜 scal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